中外的方向還蠻紮實的 上去了 風也吹不回來啦 這個就幫不了啦 才說他今天啊 我剛剛才會講說因為真的棒球就是很奇妙 你真的要避免讓八九棒是非安打的情況下 你自願送他們上壘 那個影響都很大 第一個問題是第八棒無位的保守 再來第九棒給你有可能的一個機會 也沒把握住 那一上來 而且他在上一次 不維持這樣的一個效果 這球打出去要看落點會不會在三不管地大 要破 又接一個 他自己還是要想辦法 就是因為都有 四年來每年都有上過影響 但就是場次都並不是太多 所以累計四年下來也只有三十四場的一個出賽 留下的是四點四二的一個資格分率 哇馬上有回應了 你都Double應該出現了 雖然一局上 一開始就掉了五分 不過 第一棒好像在告訴大家說 有沒有賽前打極限期沒有差 真的沒差別就是 這打到的力道 然後 飛越過頭上的那個感覺 真的跑得非常好 不過他真的就是要拼直球 他可能想說 前一個半局看到也是拼直球 我們頭兩棒也打不到 應該沒有那麼容易 這麼快就被打 結果他剛剛那個真的就很明顯 偏高又紅中 哇這就被掃到了 這個出棒其實還是有一點早 要嘗試前進二壘當然是沒有問題 這也是今天這場比賽兩隊呢 一個信到外國人來 哇這球打得大力不錯 哇這球打得大力不錯 哇這球沒有接到啊 哇這球要上三隊 三隊 這三隊了啦 哎呦這線打現在 有沒有要回來 有沒有要回來 哇叫他繼續跑啊 那直接要做一步 喀動這一個回傳 啊奧斗 啊你太坦心了 啊不思 啊三壘教練的錯啦 三壘教練叫他傳了 他有時候甚至會在外角的一個位置 也會位移 其實是蠻有威力的一個執行 結果這球被打成了左外 方向非常深遠的安打 彈到了拳隊打翔 在彈回來左外 這堂龍接到之後回傳 來不及 第一棒的羅索利就上到了二壘 也因為球速落後了一個情況 所以 也讓羅索利有一個 很好的攻擊的機會 一開始也上到了得點圈 前面 中央職棒聯隊很可惜留下了滿壘的慘壘 KKK被連3K 打平了 中央外野歐吧 再講著講著第一次昌打就出現了 曾經在對上中央職聯隊 紅出三分炮的 Anthony Rosselli 這是一次二壘安打 被打滿扎實的 有一點點石頭了 左邊方向落地形象的安打 而且會是一隻長打 羅索利 在今天為歐美聯隊所擊出的第一次安打 就是一隻長打 羅索利不簡單喔 前一顆還來不及出棒 馬上修正了一個擊球點的位置啊 這一次他在 東盟的比賽裡面打出的 第六隻二壘安打 全隊排第一 那長打率是相當高喔 有時候這樣的內容多喔 那個造成一些無形的心理壓力 那個是比較麻煩的 哇打出去真的是安打了 這應該有機會回來得分 看這邊長傳 中間做一個卡鬥啦 在剛剛 自己抱頭就要付出代價 對 在相格勒 哇這個等於是 格勒整整四局到第五局啊 才 歐美聯隊這邊才終於在得到分數 靠的是羅索利的40安打 這個就是要直球對決啦 被逮到 那現在是兩出局 有機會打穿 真的打穿啊 三友中間穿得出去 羅索利 單場的第二安 韓志聯隊 這場比賽如果 先看一下這場 還是打高了 喔有機會落地嗎 喔真的落地了 一口氣跑到二壘上面 這場比賽 還要打高了 還要打高了 這場比賽 還要打高了 還要打高了